这里就是全世界人民都想来的云岗石窟 真正让梁士诚先生惊叹的就是这儿 完全形成了多民族的一种组合 上面这个是楼阁式的 也就是中国式的建筑 这个是印度式的雕塑 再下面这个是伊斯兰花门的形式 旁边是意大利的罗马柱 面两个像是海王拿那个叉 再看顶上还有两个小天使 如果说拿上弓箭 那就是爱神丘比特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音乐窟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十四个大类五十多件乐器 包括反弹的琵琶 空喉 鼓 还有呢响子 那么这里的指挥家是谁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上面 穿红裤子的一个女人 她明显是在打拍子 然后指挥这些人 谁在听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包厢里面那些人 都是当时的佛陀或者菩萨 在那边欣赏 我们进来以后会看到上面 有许许多多的孔洞 这是干什么的 因为它是杀眼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便于塑造 也便于风化 更关键 大自然 特别是雨水的侵蚀 使得这些石像呢 形象会有所走形 于是 工匠呢就想到了这样的办法 在上面呢 打一个小孔 里面呢 钉上木鞋子 然后再用麻绳在外面 做成一件网状的毛衣一样的 佛像穿上毛衣 在外面湖上泥 新的形象就展现出来了 这上面是飞天最典型的变化 原本最早的飞天 其实是佛陀身边的天龙八部 所以他们的形象其实是很丑陋的 所以说你看 打脑袋 打屁股 出腿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飞天的形象 已经看得变得 头上梳那个发肌 身材变得纤细 告诉你再过三百年 出来的那个飞天的形象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种了 穿我汉家衣裳 你便是中国人 北魏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全面汉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斜坯的 身上穿的叫袈裟 不但有颜色 更关键已经有灌带 宽袍大服 典型的中国化 鲜卑人当时他们自己 穿什么样的服饰呢 其实就是后面这个样子 首先 他这个袖口是窄的 是收袖的 第二 上面一般来说戴个帽子 更关键的是 我们现在汉人的服饰 是右刃 而鲜卑族呢 是右边压左边 这就是区别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 谭耀武库 也就是最早的五个石窟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佛像 是没有眼珠子的 原本的佛像 是一眼长眉 有点像观光的一个样子 后来人家的审美观念变了 觉得说眼睛没有不行啊 就给他硬掏了两个眼睛 放上两个 炯炯有神的琉璃 随着时代的变迁 一些文文贩者 就把这些琉璃运到了国外 现在有一枚 拿了回来 要想重新嵌进去 难度极大 告诉你一个 一般游客不容易发现 杂志上一般也不报道的内容 看到后面那种佛像没有 仔细看的话 可以隐隐约约看到 有两腿小胡子 下面还有一小撮 没有胡子 怎么算男人呢 原本的佛像 基本上都有胡子 就是从他开始往后 佛像没有胡子了 敦煌漠高窟 跟云岗石窟的区别 一个是民间的 就相当于服务区 在丝绸之路上 所有的商人用自己的钱 民间的做了这么一些石窟 主要是壁画 而云岗是中国立场 唯一一个用国家的力量 形成塑造的石窟 也体现了政治 这叫二皇对立 其实孝文帝五岁自卫 他没有办法处理朝政 于是冯太后垂帘听政 说不上的话 但至少是共同处理朝政 形成了两个佛像对立 用来衬托当时这种情形 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民族的大融合 这个是一个佛塔 上面还有一层 这叫楼阁式 这在中国才有 什么叫富波式 你要没见过的 那个碗倒扣过来 那一种佛塔叫富波式 所以这证明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第二个 你再过来看一下 旁边的侍者里面 你能够明显的看到 有许多人双耳垂尖 一个老外的样子 这也证明了当时是公元五世纪 通过丝绸之路 各民族在这儿进行了融合 洛阳的龙门石窟 跟大同的云岗石窟 哪一个更值得去 都要去 这两个是有传承关系的 先是云岗 然后迁都到洛阳 才有了洛阳的龙门石窟